科学家已经发现通常被倒在垃圾堆的一些东西可以做成植物混合肥料,控制植物疾病和帮助环保。 他们通过提取废纸中的重要纤维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用部份量需要加轻软到红致保 确温为运达赔。 Growing Media already has a potential use in growing media because they hold a lot of water, just like Peat. And being a waste product, they have no other value. So obviously materials that are going to replace Peat have to be very cheap or waste buy products. So Paperwastes fit this bill in terms of being cheap, and they also hold a lot of water, which is what you need for plant growth. 对于英格兰的这个大学科研所说 他们的工作可能会给农业和地球的进化带来好处 泥霉作为栽培介质 以干净和均匀而著称 但泥霉容易受像烂根病等植物疾病的影响 纳尔菲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 废纸负品堆肥的作用 跟由植物来的绿色堆肥相同 堆肥后的废纸负品 要跟传统的泥霉混在一起 因为废纸产品可能碱性太大 两种负品混合后 就可以为大部分植物提供好的生长基础 在通常情况下 废纸负品和泥霉按同等比例混合 但有些植物和水果更喜欢酸性平衡 所以需要调整比例 这对环境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英国的农场和花园 每年都用400万立方米的泥霉 如果这种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那将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吨泥霉 从而保存了具有生态价值的泥碳沼泽 接下来是看材料在较大厂的大厂的 什么影响用纸负品 在较大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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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我们发现结果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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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时候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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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结果现在需要试纸负品 信息很清楚 废纸的适当载循环 对环境可产生有力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